可别小看全康明前局长 他是一个前任局长没有错 可是人家也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博士 而且还是知名的剧作家和电影导演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民众党到底会不会被团灭呢 看机会非常大 不过所谓的团灭不是完全的被灭 而是他逐步的变成是清兵党化 或者是新党化 什么叫清兵党化 什么叫新党化呢 这两个党事实上当然还存在 因为台湾实际上还存在着170个政党 可是真的你要拿到 有可以选大卫的这个门票 你必须过5%的门槛 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以上一次的结果到这次而言 那是国民党 民进党 民众党跟时代力量 这四个党拿到了过5% 也就是他们不需要搞连署 就可以派出人来了 而现在时代力量几乎是弃权 再加上他曾经有党主席被急速 说是谭乌朗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 真的就已经把他们的力量 做了一定的吸收 所以时代力量就没办法 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了 后面你也看不出 他有什么太多的政治人才 可是民众党本来似乎是要立平 成为所谓的三大党 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 如今怎么看看 这个第三势力见不见得起来呢 不但没见起来 反而是因为高宏安事件 变成逐步衰退 而且有亲民党化和新党化的局面 何谓亲民党化何谓新党化 那就是主席苍西是同一个 这还不打紧 是你的人你的声势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你很可能只有一两席 两三席 不管是立委或者是议员 而长期以来的新党和亲民党 就是这个局面 就是自从2004年以后的新党 或者2004年以后的亲民党 就开始进入这样的局面 最后是连宋楚瑜在这次的大选 明明说要出来选大卫 可是媒体是连理他都不理他 而宋楚瑜你说他才多少岁 他其实也就是81岁 如果在美国来说 拜登不是年纪跟他差不多吗 可是在台湾 就是很快的进入了 所谓的审美疲劳 而这回高宏安 他进入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那就是他的寡妇楼都根案 显然疑云重重 而每一件事情都让人家直接 列入可能违法的想象空间 而现在检察官更已经把它列为 他之案来侦查 这对于高宏安 或者对于柯文哲 乃至于宏海的郭台铭 他们全是有巨大的杀伤力 那么高宏安显然是很难躲过 法律的裁判 而他所属的民众党 最后也只能选择 请他停止党权两年 前面才说要全党立挺 到后头说要停止党权两年 说起来两句话根本相隔 只有一个月而已 这可以让人家觉得叫做 前世而今非 那么不断的在近距离的时间 就前世而今非的话 那么其实对整个民众党的信誉 是非常糟的 现在我没有听到郭台铭 要成立所谓的公众党 摆明了就是不把民众党 看作是一回事了 现在的柯文哲 大家可以想想 他到底还能够撑多久 能够继续表现良好吗 老实说还真的有些困难 因为民众可不是傻子 如果你选出来的 而且你认为最倚重的大将 这位高宏安都有如此多的缺陷 而且缺陷到达 他所fire掉的文化局局长 可以每天出来开直播 开粉丝团 每天爆料你到底有多少的措施 那么各位啊 这还了得 表示说高宏安所有的问题 至少可以让他连缩60天到100天 每天如果一折 那高宏安就有60折有问题的地方 这些事情再这样抖下去 那你民众党是要选还是不要选呢 原本才刚刚加入政局的柯美兰 柯医师好像声势挺浩大 而且也已经在新竹准备了9个月 结果是才刚刚宣布要参选 其后果是啥 是这位文化局局长就要对整个高宏安所执政的团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大家就注意了 这样的人是经典的 他本来就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他对于他自己的价值观是绝对不会受控于你这一个小姑娘高宏安的 更何况高宏安的年纪和阅历确实是远远差了这位前局长一大截 只不过是因为民众党提名高宏安选这个新竹市长 而运气上高宏安也确实被选上新竹市长 可是这只是那一时间的运气 不过当官可是要当好长一段时间 光是这一年下来还没满周岁 一年都还没满 这高宏安就能够有九大案被爆发 您说这还了得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言 民众党不是城内是火而已 应该说是四处都着火了 恐怕未来他很难再有太奇特的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